要说董明珠董大姐缺点有很多 但优点的一样很明显 今年两会 董明珠又准备建议提高 各种起政点到1万元 她说5000元的起政点已经好多年了 现在确实要提高 她说虽然现在有什么教育补贴 养老补贴 实际上这些补贴完 起政点差不多也能达到1万元 但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到位呢 起政点是1万元 就减轻了审核成本 也减轻了大家的申报过程和时间 还杜绝了造假 董明珠的这点提议 我是相当赞成的 说句丑话我长这么大 到去年为止 还没有交过个人所了税 没办法 收入太低 不够交税的级别 自从去年年底 做了这个自媒体之后 系统自动扣税 我才知道有个人所了解 和退税的事情 现在各特起政点5000块钱 感觉实在有点低 比如我家 我、我老婆 我妈 我两孩子 一家五口人 就我和我老婆有收入 两人越收入1万 但花钱有5个 1万块钱平均到5个人头上 人均只有2000 妥妥的中下收入人群 虽然我现在的收入 还是不用交税 但是已经过得起征点 虽然有各种减免的政策 但是还要去操作 不如就像董明珠说的 直接提高到1万起 再次